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市政议题进行交流 谢国良也当面向监委反映 目前全国儿童游戏场的 游据检验配套措施不足的问题 希望监委能够协助向中央来沟通 画面上是监察委员苏利琼 到基隆巡查市政 市长谢国良在秘书长方定安 跟纵发处长林立禅的陪同下 亲自欢迎接待 就市政议题进行交流 市长谢国良也当面向监委反映 目前儿童游戏场的游据检验 配套措施不足 严重影响儿童权益 我接来以后就发现说 之前没有改善 然后我到了一个月以后 就要全部要把它废责 很多包括学校游据也有问题 真的这是一个 我关注了谢谢 因为如果说新的游据 通通都要符合 我觉得这种没有话讲 旧的游据 当然它给五年 可是最好也不是说五年就一刀切 就是说这个游据 在五年的这个缓冲起完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更周延的方法 那即便你现在把所有的公园都废掉了 但是重建这些公园 绝对不是三年两年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中央在做什么 在这方面 我觉得显然跟民众的生活习性 跟生活需求有极大的落差 这样子 那即便连要批这些游据 核定合法的这些厂商 现在全台湾听说只有三家 那你全台湾的游据都要重新建立 你却只有三家这些游据 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这一点倒是蛮需要监察院去检讨他们一下 这显然对孩子们对民众的生活权益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一点我们当然也只能用建议的 希望中央能够做一些因应跟调整 上上礼拜 在张浩瀚议员在中正公园的游据的时候 我就有跟他反映 他反映给营建署跟内政部 因为我相信他们比较有常联系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还是应该要有更多的检查机构 要不然全台湾的游据才几家来检查跟核定 那这样真的是会比较不足 市长谢果良感谢监察委员的到访 关心基隆市政 而为了促进儿童福利 市府也规划明年将成立 0到12岁的儿童专责机构 全面照顾好下一代 那监察院在各地方 县市政府有时候都会各地来 给我们督导给一些意见 那他也特别提到了 他过去在监委期间 不是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曾经在暖暖担任过社公司 照顾一些比较贫穷的孩子们这样 那我有特别跟他分享说 明年度我们基隆市政府会做些微主改 希望成立儿童的关心的这个专责的机构 那是会以0到12岁为我们主要的关切的对象 那目前到底是一个局还是一个处 那我们还有待要做一个确认 不过这个我们确定会来负责调整跟设立儿童的专责机构 那我了解到桃园有富佑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那因为我自己对台湾的下一代我觉得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还是要努力把下一代顾好 所以我觉得在既有的很多局处里面去做调整 来作为我们未来的儿童专责机构 0到12岁儿童专责机构的一个设立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 也希望预计能够在明年来把它完成 期盼透过地方与中央的沟通 让相关法令有效执行 符合民众需求造福地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针对新北幼儿园疑似未要风波 市长谢国良表示 除了希望新北的个案真相早日水落石出之外 也呼吁不要无限上纲 抹灭所有幼教老师的爱心 市政府也将规划活动来为幼教老师们加油打气 新北幼儿园喂药风波持续延烧 幼教总会也发起老师不喂药行动 市长谢国良说 除了希望支持呼应新北 他也呼吁为幼教老师来加油打气 可是同时间我也觉得 不要过度地去打压幼教孩子的老师 因为现在基隆就有发生案例 一个幼稚园的老师不肯喂药了 那这个喂药是孩子们生病 小爱常常自己在幼稚园如果生病 就要把药给老师 还是要拜托帮忙喂药 那如果我们是觉得说 这个案子一定要水落石出 可是如果喂药都是问题 那不喂药的问题 未来也会更大 所以我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 把各案的真相水落石出 但不要这个无限上纲道 好像所有的案件都是一个通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如果问我说新北 我们是希望也能够尽一级的力量关心新北 那第二个人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这个要同时间要 我们教育处也在规划 还是要办一个 我们也有想办一个活动 适度地鼓励一下幼教的老师 不要把幼教老师很多的努力跟爱心抹灭 尤其有很多愿意去做幼稚园老师 都是因为很有爱心的 市长谢古良再次强调 期盼新北疑似喂药案的真相 能够早日查清楚 也不应该忽视多数幼教老师 持续付出的努力与爱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龙州嘉年华21号 将在海洋大学小亭码头登场 副市长邱佩林替龙州点金 祈求平安顺利 今年龙州赛采取龙州板竞赛的方式 邀请深藏团体参加 希望让全民都能够参加龙州赛 吉隆市副市长邱佩林担任点金官 循着开光仪式 替龙州点金 祈求航行平安 拜 献 除了开光仪式 即将仪式也马虎不得 在道士的引导下 敬酒拜三声典礼之后 三声素果都要抛向大海 撒熊黄酒 象征对大海的尊敬 跟这个素材 警告 三声酒磊 跟肉掌 就是印节气 端午节气都要包肉状 大家要印这个节气 早期端午节的那就是趋原的意思 献肉状的那些献疆 献疆 还有一个仪式这样子 今年为了推广 身心在者全力公约 落实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龙州赛特别增设动物外组别 邀请了身心障碍团体 和特教班学生 组队参加 今天所做的就是一个惊天 还有谢敬 感谢所有的强声可以保佑我们 但我记得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很大的节约 结果这次的机会 去一下团圆 那基督师傅今天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特别增加了一个 湖上海空间的设施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船这个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在座的客户一起来做这个仪式的 我觉得我们都很棒 我们一起希望台湾的国营长龙 希望基督师云长龙 以大型龙州板来办理 那它是比较偏趣味式的滑奖运动 那我们今年呢有29队 然后大概有5个组 那分别是国中小各一组 还有全民欢乐组 还有动物外组 那动物外组里面 我们又帮他分成了学校组 也就是集中式特教班 以及社会的团体组 那今年呢参加的报名的队伍呢 也非常踊跃 在动物外组这边 今年第一次办理 就已经有7队报名参加 那社会组有5队 那学校方面也有2队 集中式特教班来参赛 那主要是我们都会有 协助的人员 那以及呢 水上的救生部分也都安排得很完整 会让他们呢 可以安全无余的来尝试 农州嘉年华会将在21号 在海大小亭码头登场 除了大型农州版区域竞赛之外 也邀请了餐车协会到场提供美食 欢迎民众全家福老西幼 一起来参加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每年5月到9月是绿竹笋产季 基隆农会停办两年的绿竹笋评件 恢复登场 吸引了30家农友参赛 评件结果农友李天才和子女 一家三口获得三个大奖 是今年绿竹笋的大赢家 前面这段我会先切掉大概一公分 把这个有三口的部分切掉 用刀子在绿竹笋上轻轻的切片 进行糖度测试 9号5.9 还有利用仪器测试柔嫩度 重量外观都是评分的关键 农民的技术管理技术 你踩车有踩车的技术啊 然后管理对产品的品质 会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绿竹笋评件 今年恢复举行 总计有30位农友参赛 虽然前阵子雨水多 不过农友都很细心照顾 甜度比以往还好 好像有比较雨水比较多 今年绿竹笋比较大资 诶 出品有比较大资 价格会卖得比较好 我没有上价 所以价钱都是固定的都差不多 今年三両比较比较比较好 这体气有比较好 那时候火醉也比较高 今年历史上比英国的年龙更漂亮 经过各项评分 结果出炉 老农友李天才和子女都参加了比赛 女儿李立芳获得第一名特等奖 李天才则获得第三名头等奖 媳妇藤秀杰获得第四名一等奖 一家人就报回三个大奖 我有去外面上课 然后农爱厂也有问 然后这个也有跟外面的绿竹笋达人 我也有跟他稍微学一下 有事就请教 所以会把比较跟冠型的农法有一些差别 然后不管在土壤方面改进 还有耕作的方式 我都做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基隆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 因为它就等于是有山 然后就是在海边的这个状态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都希望绿竹笋 其实它都是要有一定的弯度 要有一定的色泽 那其实在基隆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其实又都更深 其实而且支数也都比较 就是那个体积也都比较大 所以其实是对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这个产品 那其实这个绿竹笋像这样子的这个口感呢 我们也都是希望它是很要有要嫩要鲜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很强调它这个鲜度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样的这个瓶建的这个活动 可以提升我们这边的这些品质 让这个农友就更注重我们这个品质的分级 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生产 那希望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多这个好吃的这个绿竹笋 基隆绿竹笋在重面积约有150公顷 品质稳定在市场价格相当平稳 绿竹笋生产期是每年的5月到9月 想吃上清的绿竹笋现在就是时候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位在七堵东兴街 也就是长新车型地下道外面的天桥 到底要不要拆除呢 由七堵区公所召开会议 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周边经常有学生使用天桥的长新国小 明德国中和基隆商工三所学校代表 以及七堵区四位市议员一起开会讨论 听取各方意见 再来做最后的决定 这座位在七堵东兴街 也就是长新车型地下道外面的天桥 到底要不要拆除呢 当地明德国中学校代表在会议中指出 由于这个十字路口在上下学期间交通流量非常大 又有许多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民众 受限于学校导户能力有限 因此这么多年来都是鼓励学生 多使用天桥过马路比较安全 没有办法去再支这个导户 而且能力也没有办法 因为其实上下的时间就是 刚好也是上班的时间 其实那个车流量非常大 如果是用导户制工这个部分去处理 我觉得在导户制工的能力上 是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希望在拆除的时之前能够把相关的配套 包含还有周边停车 包括机车那些停车的问题 那也会还有我们的接送区的问题 能够一定处理 我觉得这样的对学生的安全会比较完善 七堵区四位市议员以及代表 原则上没有人反对拆天桥 但是有议员要求必须有配套交通措施后 再来讨论要不要拆天桥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学生没有天桥可以走 只能走平面斑马线过马路 每天近两千名上下学的国小国中 以及高职学生 还有更多的上班族过马路 可能会造成这个路口交通堵塞 或是交通意外发生 没有做任何的配套措施 完善的配套措施 你们拆掉的话 万一哪一天出问题 一般就有这一大堆 基隆山中多少是外线市坐火车来的 包含我们七个区里面 其他七个区基隆市也是坐公车 走地下道进来 然后从这边穿越大 这个马上把这个天桥拆下去 配套措施没有做好的话 我是不一定不同意说 你上班配套措施没做好的话 中昂木的把天桥拆掉 我想为何安杰起见你们要慎重 除了你们配套措施 做好我们明德国中 七弘山公 藏心国小 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都OK的 因为你们没有在地方 你们等一下给那些书丢邪 地方的一个什么状况 所以我 我个人是建议是拆除不来 因为我觉得说 那个 那个是 但是 还是不是很 有爱这个观 这个观瞻 我是觉得不太适合 像我们林前市长 他有很多的政策在 金融市区很多天桥都拆除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 交通失误的问题 但我是觉得说 只要更好的事情 一定要去支持去做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如果天桥他先拆掉的时候 我们这些机车 都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小朋友再过这个马路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像刚刚有好几间学校 都有提到 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办法 做地下停车场 不管是汽机车还是什么 让我们这些汽机车 有地方去的时候 我们再来拆天桥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会不会 是比较合适的 先让车子有地方去 那拆掉的时候 行人在走斑马线的时候 人情传越到的时候 是相对的安全 包括他拆除后的事业期间 他接风时间是不是能够有 能够有现在未来支援 那前段他的适应期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全面性的 那希望交通处能够再详细的 再来规划看看 那如果说这个是需要拆除的话 那我们也是 也是建议说能够把它拆除是好的 谢谢 七堵区公所召开会议 邀请市政府 民政处 公务处 教育处等相关单位 以及周边经常有学生 使用天桥的长新国小 明德国中以及基隆商工 三所学校代表 和七堵区四位市议员 一起开会讨论 而第一次会议后 暂时没有结论 将择棋再开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 感谢观看 欢迎新市政收回来 资讯爆炸假讯息满天飞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和中加宽平基隆 合办的公用频道媒体试读课程 今年持续深入校园 第一场来到暖西国小举行 透过互动方式教小朋友学习拍摄 也融入媒体试读的观念 来手机iPad的镜头 就是你的眼睛 暖西国小同学在电视电影制作人 施博全老师的指导下 用平板找寻目标 拍下自己喜欢的镜头 老师在一一讲解作品 教小朋友学习 用不同的拍摄角度来说故事 课程中也融入了媒体试读的观念 让同学们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学习独立思考 分辨真假讯息 一般在课本里 在学科里应该很少会上到这种 关于摄影的方面的课程 然后今天那个制作人教我们怎么拍照取景 然后还告诉我们讲说拍照片的时候 背景光线然后角度都很重要 然后我很开心今天可以上这堂课 那刚刚老师让我们拍照 我试着用老师刚刚教的方式去拍 就拍出来的结果就是还不错 我试着找了一个单色的背景 然后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拍起来就是会比较好看 简约风 我觉得那个不能随意就相信别人的消息 要先查明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网络查一下 或者是会问爸爸妈妈 透过互动的学习方式 同学们收获丰富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与中家宽平吉隆 合办的公用频道媒体试读课程 今年持续深入校园 获得校园师长的肯定与感谢 我们这次其实非常感谢那个中家宽平吉隆公司 给我们就是提供这样很好的课程 就是现在的小孩 他们其实接收到很多的讯息 透过网络 他们的讯息量大概是以前我们的数十倍 但是孩子吸收之后 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解读 所以很多其实不是正确的 即使课堂上教他说去分辨 但是你在平常他们的同学跟同学之间的 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们会发现孩子其实看似了解这些语词 但是在真正辨别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要学习怎么样辨识正确的资讯 那个资讯 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美女试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尤其是在世卫的时代 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 而且孩子三心载具几乎人手一击 所以他们对于资讯的吸收 跟辨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辨识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去辨识真或假 然后有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是否遵守或是否相信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可以带给孩子及早 去厘清他的一些 对讯息辨别的一些智能 透过产观学合作 将媒体试读教育向下扎根 希望每位孩子都能持续学习 判断资讯 辨别是非 当个聪明的乐听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2023桃园闽南文化节 中泡塞版本活动 在桃园新永和市场停车场热闹登场 桃园市政府邀请五位 中泡塞现场开启摆桌 结合活动主题 以多元活动模式 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特色 伴随罗声响起 中泡塞版桌活动正式举行 现场民众早已迫不及待 西家带卷就在期待满桌的美食佳肴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 今年别于以往的比赛形式 邀请到五位台湾知名 中泡塞设计菜单 齐心将佳肴填满每一位民众的胃 新北市长侯友依 台北市长蒋万安 及基隆副市长邱佩玲 也到现场感受闽南文化 象征北北基陶一日生活圈 今年我们请了很多社会上 对于美食有研究的专家 推荐了五位台湾非常有名的中泡塞 帮大家准备了等一下 十道他们精心设计的菜色 我们今天一共办了一百桌 让我们的桃园乡亲来享用 我们京涛细选的五位中泡塞的 十道精心设计的菜色 那么坂德是一个非常有闽南特色的文化 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文化 也能够让我们基隆台北新北 这些城市的市民 能够有机会也来分享 所以我特别也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基隆的秋副市长 新北的洪市长 还有台北市的蒋市长 一起来体验我们今天的这个坂德 所以今天这坂德 这个土地核荣 包括台北市万安市长 包括我们的铁郎市 我们的副市长是我们的大家都来 因为北北市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是多元文化族群融合的地方 所以坂德这个文化 除了闽南文化坂德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都会坂德 所以我们坂德对我们这共同生活圈来说 就是一种共同文化跟语言跟生活的太阳 所以今天是我们四个管级社会 然后是我们最近推的 我们的业票1200赶快 共同生活圈 共同凝聚力量 共同爱上这个地方 闽南文化不只是美食 语言 特别桃园市政府还把它延伸到了 包括艺文的巡演 还有包括书院 闽南书院 所以我知道有举办国际农师竞赛 还有闽南书院等等 我想这些都让许多我们闽南文化 传统的这些特色得以传承下去 也透过这样的活动 不断的让我们不同族群的文化 彼此的交流 而且激浪出的火花 更让城市丰富精彩 闽南文化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传权 还有包容更多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 我们要展现的是 不仅是我们新本市 台北市 桃园市 跟基隆市的包容 传承交流 更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延续彼此的感情 板斗热闹气氛也让民众曾经在听觉 味觉结合的饗宴之中 一道道装破塞的chulo踩上桌 创新结合美味让筷子始终停不下来 吃饱喝足 大人聊天 孩子也在一旁玩耍 呈现板斗活络感情的重要画面 装破塞陈俊明阿民师表示 入心错当然是希望是key get you 加的台语就是鸡 这也是自己料理中的主轴 因为礼厨很重要 一定要有一道菜是鸡 就是key get 因为我本身是学粤菜的 我们用粤菜的江南百花鸡 然后我用桃园在地的 因为它有江激豆腐乳 然后江激豆腐乳去腌这个鸡 然后我们把它的鸡皮给它取下来 然后把肉 就是只留鸡皮 然后把肉剁成泥 然后再跟我自己的虾胶 百花馅 然后和在一起再把它酿回去 然后我们等下会整只在炸 所以你等下会吃到的那个 金鸡报喜福气来 是我们的这道菜 对就是你家里的一个起头 所以我们希望鸡是我们 这个阿民师的主轴 目前都还不错啊 八宝粥 应该是八宝粥吧 对 八宝粥 怎么说 因为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料理方式 跟一般传统的比起来 没有看过这种方式啊 就是一般传统的可能 就是都已经 握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是 所有的料都很 真实的呈现在上面 对 所以 看起来还不错 吃起来口感也还不错 对 闽南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2号 期间还有国际农师邀请赛 斗阵等系列活动 展现在地丰沛文化亮能 桃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朋友到场参加 记者苏建民 桃园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